在2006年GAV比赛上 Bartista将肯尼迪打出了一头番茄匠 让对手的额头进行了20针的缝合 然而这场比赛却因野兽的犯规 最终以取消资格结束 而在接下来的Smackdown节目中 还未上誉的肯尼迪再次与Bartista进行了战斗 并将目标放在了野兽的腿部 向其进行了重点攻击 而Bartista本可以对肯尼迪受伤的额头做出打击 但正气凛然的Bartista 并没有做出这种不讲武德的事情 于是就在以肯尼迪来到台下 纠缠不清的时候 一时大意的Bartista错过了计时 第二次因取消资格输掉了比赛 于是来到两人的第三场对决中 Bartista把握住了机会 强忍着腿伤的痛苦 为对手投下了恶魔炸弹摔 首次在两人的对决中 通过压制赢下了比赛胜利 而就在麦克康迫不及待的 准备向Bartista道贺的时候 Bartista却要求对方 等他重新举取大金腰带后 再为其献上祝贺也不迟 你好欢迎来到绿眼睛频道 今天绿眼睛将为大家带来 Bartista的故事第四篇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点赞与分享 你的支持是眼镜兄的动力 来到2006年夏日狂找比赛上 十任世界重量级冠军国王Bartista 带着皇后莎梅尔 迎来的头号竞争者Bartista的挑战 然而就在Bartista准备以杀手捡 夺命剪刀脚对付Bartista的时候 结果却被Bartista做出了反击 并试图投下恶魔炸弹摔 但就在Bartista即将汲取国王的那一刻 莎梅尔干预了比赛 帮助Pokerti通过取消资格输掉了比赛 从而保住了冠军头衔 可即便如此 Bartista依旧没有让粉丝们失望 在比赛结束后 让Pokerti享用了恶魔炸弹摔的威力 结束了夏日狂潮比赛后 为了应付来势羞羞的Bartista 和保住Smith道头牌地位 国王Pokert找来的帮手Finley与Ligo 侧风两人为爵士 成立了皇家复卫队 并摆出了一副鸟样 我就想说 堂堂一位前WCW世界中量级冠军 怎么来到WB以后 就变成了一位搞笑巨星 一旁的爱尔兰战士Finley 更是拍马屁拍到了淋漓尽致 声称任何妄想挑战国王的选手 都应该让他们亲吻国王的脚 Ligo则立刻欢呼着 国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于是三个傻逼的行为 引起了巴比拉斯利的不满 向三人做出了攻击 Bartista也及时赶到了现场 加入战斗 合力将三人打出了擂台区域 看见商机的Teddy 则立即做出宣布 Pokerti Finley 以及Ligo 将与Bartista和Lasley 进行一场浪分比赛 然而这场看似Pokerti 占尽便宜的比赛 却在两大肌肉男 Bartista与Lasley的主导下 出现了逆转 在两人的强大爆发力下 不管是骁勇散战的 爱尔兰战士Finley 还是艺术凌风的Ligo 又或者是搞笑巨星Pokerti 都只不过是一群蝼蚁 Bartista使出spybuster 击落国王Pokerti 从而赢下了比赛胜利 来到两周后的Smackdown节目中 因为夏日狂潮上的争议性结果 Bartista与国王Pokerti进行了复赛 但比起夏日狂潮上的比赛 这一战显得更加艰难 Bartista不但要提防皇后萨美尔的美色 还要小心Finley与Ligo的骚扰 就在Bartista使出多个狠招 打击对手 并举起Pokert 完成Jackhammer之后 Ligo本想利用指腹偷袭Bartista 但却被也名手快的Bartista抢先一步 一拳送给了Ligo 现状后的萨美尔则拿起了铁蚁 冲进了擂台区域 导致分心的Bartista 被Finley利用拳杖击中了头部 就这样 Bartista在皇后与护卫队的帮助下 又一次惊险过关 保住了世界重量级冠军头衔 就在Bartista输掉了负赛 并遭到Finley严重伤害之后 巴比拉斯利与Finley发生了争执 于是总经理Teddy便为两人预定了比赛 获胜的一方将会成为Normacy上的头号竞争者 而胆大妄为的Finley 竟当着裁判的面前 使用拳杖打倒了拉斯利 这导致他被取消的资格 拉斯利成为了头号竞争者 不服气的Poker则率领Ligo进入了擂台 向拉斯利发动了进攻 就在这时Bartista来到了停车场 拿起了铁棒杀入了体育馆 就在准备以Finley开片的时候 却意外击中了主裁判 两人开启了猫抓老鼠的戏码 而PokerT看见倒地不起的拉斯利 却被一招Spear撞得魂会破散 让头号竞争者拉斯利 借此展现了真正实力 随后WB冠军John Cena 向总经理Teddy报道 感谢对方给了他一份Smackdown合约 并帮助他与对手X进行的复赛 而为了报答Teddy对他的青睐 Cena决定加入Bartista与拉斯利 出战PokerT领导的皇家战队 而为了阻挡WB冠军来到Smackdown PokerT决定先发智能 带领皇家战队攻入了洛阵营 不但打上了Cena的手臂 即便是还未商议 Cena依旧不负Teddy所托 准时来到了比赛现场 与Bartista与拉斯利进行了合作 并在PokerT一行人进入体育馆 打算花一点时间装逼的时候 Cena带领团队发动了进攻 接着在进入正式比赛后 三人开始各显神通 各自使出看家本领 对付PokerT、Jackhammer、PowerSlam、Spear 五指中击、STF 一个个招式将比赛打得精彩杰伦 让观众们看得目不转睛 但就在这时 躲在台底下的小混蛋 将权杖交给了Finley 让Finley利用权杖打向了Cena的手臂 从而夺回了优势 三人开始使出各种手段控制住Cena 并以卑鄙的方式阻挡Cena进行替换 但尽管三人用尽必胜耐力做出打击 顽强的Cena即便是废了一条手臂 也不厌俯首称臣 并在闪避了夺命剪刀脚后 Cena完成了替换 拉斯利使出PowerSlam击落了Poker 最后再以大招Spear撞倒对方后 帮助团队赢下了比赛胜利 来到诺摩西拳的最后一场Slam击倒节目中 未免冠军Bokerty与头号竞争者Barbie Lassley 将在赛前进行最后一场测试 而两人将互相为彼此挑选测试对手 Bokerty则为Lassley选择了Bartista 以便从中破坏两人之间的友谊关系 Lassley则为国王选择了Finley 试图试探爱尔兰战士对国王的忠心 于是Bokerty在赛前向Finley发出圣旨 要求对方为他牺牲 结果爱尔兰战士却用行动拒绝了国王 使出一个个猛烈招式 让昏庸的Bokerty能够自我反省 并在皇后萨美尔干预比赛后 Finley派出小混蛋 利用老鼠把他吓得花龙失色 就在主裁判位置分心的时候 Finley拿出权杖打向的Bokerty 从而赢下了比赛胜利 随后轮到两大肌肉男 Bartista与Lassley之间的对战 Lassley表现出意志坚定 Bartista则显得犹豫不决 两人在先里后兵后展开了对抗 可乐身还来不及完成 Finley便干预了比赛 向Bartista发动了攻击 Bokerty尾随而至加入了战斗 这导致比赛变成了群殴 于是总经理Teddy Long下达指令 宣布No Mercy将会是一场四方威胁战 来到2006No Mercy主赛场 就在四位选手陆续登场 主裁判举取大金腰带 宣布比赛开始后 狡猾的Finley逃出了比赛区域 留下Bokerty 承受来自两大肌肉男的罗捏 接着便向对手进行偷袭 从而展示对国王的忠诚 但就在Lusty重新振作后 Finley很快又被送出了比赛区域 Bokerty则吃下了Spightbuster 差一点就输掉了比赛 所幸Finley搭救了他 并把Lusty诱骗到了台下 两人合力打倒了大块头 接着便立即向落弹的Bartista做出打击 然而就在Bokerty放下戒心的时候 却被一招突如其来的Costline打倒 对Finley倒戈相向 艾尔兰战士可说是精力充沛 在四人的战斗中独领风骚 即便是吃下了来自野兽的萨摩亚衰 Finley依旧保持着作战能力 捆锁着Bartista的手臂 在为Lusty的腿部拉筋 直到Bokerty的一脚飞腿之后 这才减弱了Finley的战斗力 国王开始以Bartista单打独斗 Lusty尾随而至将两人送出擂台区域 并向Finley展示力量后 准备为其送出大招Spear 可就在即将出招的那一刻 小混蛋悄悄进入了擂台 一拳萝卜送给了Lusty Finley则以权杖打倒了对手 并进行压制 然而却被Bokerty破坏了好事 但Bartista的复苏 导致两人并没有太多时间纠缠 也受清理了擂台 以朋友Lusty进行较量 可途中不但被打出了一头番茄酱 还很快便被Lusty送出了战场 接着四人开始了你来我往的进攻 轮流使出最强招式打击对手 Bartista则以联系爆摔战尽上风 但就在使出炸弹摔击落Finley后 却吃下了来自Lusty的Spear 眼看机不可思的Pokerty 则立即爬向了Finley进行压制 就这样国王再次未免了世界重量级冠军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举取大金腰带 离开了体育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想继续Bartista的故事 记得点赞与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